有一种罕见疾病叫做正发性夜间血红素尿症 目前在国内有十几名病患 他们的造血机能异常 经常会出现血尿 虽然有新药可以控制病情 但是非常的昂贵 一年就要1600万元 先前都是由药商免费提供药物 到目前为止 健保局都还没有纳入给付 可能到这个月底就要停药 家属非常的担心 48岁的李先生 有次半夜上厕所发现 整个马桶里都是血 后来又一直莫名发高烧 三进三出医院检查才知道 原来是罹患了罕见疾病 正发性夜间血红素尿症 为了控制病情 13年来 他每个月都必须到医院输血 才能过日子 所谓正发性夜间血红素尿症 是一种全球罕见的血液疾病 因为染色体突变 使得造血机能异常 尤其患者半夜睡觉时 很容易发生溶血 并经由肾脏排到尿液中 所以才会出现血尿 虽然可接受骨髓移植治疗 但风险很高 去年卫生署才把这种病 列为罕见疾病 但每名病患 一年新药治疗费用高达1600万元 健保局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纳入健保给付 健保局强调 会加快速度召开药价审议委员会 讨论寒病药价 另外对于已经使用新药的患者 国健局也会用行政方式 向药商讨论人道支持治疗 绝对不会让寒病患者 面临断药危机 记者来讯许西风开报道